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梦想目标是什么 那将影响你未来走向 与看待人生的方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平安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我是世良 由于疫情 今年许多国家的暑假 属于年轻人的青春长假 终于到来 教宗方极客在2016年的7月24号主日 诵念三中经活动中指出 耶稣借着讲解天主经 帮助我们明白 若没有食粮 没有宽恕 以及在诱惑中没有天主的祝佑 我们就不能存活 虽然是对大众所做的提醒 不过这对青年人尤其是重要 从信仰的角度 年轻人要对抗诱惑 不仅是坚持与毅力之外 更需要生命的食粮 因为真理使人光明充满力量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青少年难免写其方纲 要常常将心比心 彼此相爱 体谅 与彼此宽恕 而这些能使我们远离诱惑 并纠正自己行为的方法 除了自律科技之外 更需要借着不断地祈祷 汲取圣神的大能与祝佑 当天主日福音祭述耶稣教给他的门徒们 祈祷的事迹 教宗表示 这段福音邀请我们 省思颂念天主经 向天父祈祷的含义 主耶稣比我们更了解 我们自己的需求 但希望我们向他大胆 且不懈地提出这些需求 因为这是我们参与他救赎工程的方式 教宗说 我们应让祈祷成为手中的首要和主要工作的工具 我们苦求天主不是为了说服他 而是为坚定我们的信德和毅力 使我们有能力与天主一起争取 真正重要和必要的食物 耶稣的祈祷和基督徒的祈祷 首先是愿天主的名被尊为圣 让天主在我们身上彰显祂的圣善 推进祂的国度 在我们生命中施展祂爱的王权 教宗继续指出 我们从耶稣交给祂的门徒们 送念天主经的事迹中 便领会了这个道理 天主经中蕴含我们的三个基本需求 若没有食粮 我们就活不下去 若没有宽恕 我们就无法生存 在受到诱惑时 若没有天主的祝佑 我们就寸步难行 关于食粮 教宗表示 耶稣要我们向天父祈求的食粮 是必要 适度及不多余的食粮 是朝圣者随身攜带的食粮 不积累 也不浪费 不造成我们行程中的累赘 关于宽恕 我们则因自己首先得到天主的宽恕 我们只有意识到自己是罪人 蒙受了天主无限的慈悲与宽恕 我们才能做出与弟兄和好的具体行动 若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是蒙受宽恕的罪人 他就永远不会做出宽恕和修好的举动 我们祈祷的第三个祈求是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教宗解释说 耶稣知道我们的处境 我们经常受到邪恶和堕落的诱惑 我们都知道诱惑是什么 所以应该祈求天父赐予我们圣神 圣神使我们活得好 以智慧和爱来生活 成行天主的旨意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周能向天父祈求 父啊 求你赐予我圣神吧 那将是多么美好的祈祷啊 教宗还勉励我们 祈求圣母帮助我们祈祷 使我们不随从世俗的方式生活 而在圣神的引领下走福音的道路 愿你的国降临 当我们把天国视作珍宝 那爱世俗的心便不在我们心中 教宗方基各在2014年7月27号主日 主持三中经祈祈祷活动的时候 他在诵经前的简短讲话中表示 天国这个宝藏赋予一切意义 教宗方基各以当天的福音天国的比喻指出 宝藏和珍珠都比其他任何财物更有价值 教宗说 他们不假思索 马上理解所发现的东西价值连城 准备好为了获得它而舍弃一切 天国也是这样 认识耶稣的人 亲自与它会晤的人 持续为之着迷 深受它丰沛的真善美所吸引 这一切都以无比的谦卑和淳朴呈现出来 寻求耶稣与耶稣相遇 这是极珍贵的宝藏 福音使你认识真实且生活的耶稣 并能改变你的人生 教宗解释说 你可以真的改变生活形态 或是维持原先的生活形态 但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你重生了 你找到赋予一切的意义 滋味和光明的宝藏 这个宝藏甚至使疲惫 磨难和死亡 充满意义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